現在的電競生業很快 有不少學校都來推動電競比賽 配分相關的人材 超重點 當地加上也都的定期來基盤電競比賽 今天就求學校的四球來進入最後決賽 冠軍的隊伍將代表學校 參加全國的電競好風比賽 來為南道建築公園 看下底琳 拆下中塔 往前推進 準備要來壓到這行比賽 這也是現在少年人最流行的電競比賽 都希望來壓到後來冠軍 來去參加全國比賽 主要是針對對面 我們沒有主要的攻擊的 就是針對對面 然後路線的穩定就這樣 主要是他們沒有變到我們主要的支撐角 所以我會比較好發揮 能贏當然就是贏 很緊張 然後學校算蠻強的 希望可以打到冠軍 代表學校去參加比賽 這也是超頓頓 東德加雄 後來的電競比賽 並相信學校也會恰到 國際電競比賽冠軍 來基督學生 學生也表示 希望未來能打到 LSC轉過航空比賽 進三名勝責 教練很用心啊 跟我們講很多啊 先把自己的目標射出來 然後再從個人 小目標 中目標 大目標 每個人都會問一個目標 然後我是進LSC前三名 我們想要的內部的競賽 我們分為兩組 傳說對決 英雄聯盟 那在學校四千已經做出賽 今天是這兩組人馬 有四強做最後的決賽 是這樣 選出來就是代表學校 將來出去比賽 那我們現在目前的 電競的選手 我們是利用社團時間 然後請外面的選手 國家選手 曾經在國外比賽得獎的選手 來幫我們訓練 現在電競發展得完 很多學校都會來提供電競比賽 跟背後相關人材 操縱頂的統帝家鄉 也都會來定義基盤電競比賽 今天也是基盤第二次的 電競對初賽跟現在 市場進行PK 贏到冠軍的隊友 可以代表學校 去參加全國電競校園比賽 來進出公園 今天算上報道